好 歡迎各位觀眾收看我們今天的訪談節目 我是Mika 今天來到我們現場呢 是一個相當了不起的大人物喔 他不但是亞洲台商總會的資深理事 也是新加坡留台大專的校友會副會長 嗨 你好 大家好 黃玲峰女士大家都叫你阿芳 阿芳姐對嗎 是 那我可以這樣稱呼你嗎 阿芳姐 沒問題 有的人會叫我Julia也可以 看怎麼樣方便嘛 阿芳姐是來自台灣 是 來自台灣來到新加坡已經生活了多長一段時間了 我在新加坡大概25年吧 25年 相當長喔 是 在這裡 那你對於這裡的適應 環境的適應 有沒有遇到一些什麼有趣的事情 還是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一般來說 我來到新加坡以後就蠻喜歡的 因為我來了這邊做生意都很順利 我有賺到錢 所以我是很喜歡 運氣都很好 那麼新加坡人都蠻樸實的 也很溫和 雖然有時候會有點保守傳統 不過我覺得大家彼此了解包容的話 這都不是問題 所以我在新加坡這20多年來都還蠻順利的 那麼孩子在這邊念書呢 雖然是插班 不過他們在當地的小學適應能力也都很強 而且也都一步一步跟上去 那所以在這生活上 來到這裡 適應能力是當然相當不錯 那在這方面 你之後還有參與了台北工商協會嗎 等等的這些活動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在這些協會當中你說 我聽說你有當主持人 是嗎 然後舉行了很多的這種大會的私營 這樣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你的經驗 是這樣 當然我剛來孩子小 我為了生活都一直在做生意 那麼參加這些會也是因緣巧合 也是為了生意要廣結人緣 廣結善緣嘛 你加入這些會的話 多多少少對生意是很有幫助 他們也很支持捧場 那我也回饋就加入他們 加入以後我發現就蠻不錯 他們活動很多 那我在新加坡也是沒有什麼朋友跟親戚 所以加入以後就交了蠻多的朋友 他們對我也很照顧 所以在那裡面呢 也是很多的活動我們可以參加 我會覺得我的生活會比較豐富一點 除了工作以外就不會那麼枯燥 那麼大家就會分享一些生活上的經驗 以及做生意上的一些事情 有什麼困難 他們也會互相幫助的 是蠻不錯 我覺得蠻值得的 那麼至於說主持節目 那更是想不到的 因為很有偶然的機會 那麼那個是校友會 拉我進去 那我想他們這麼捧場 那我就加入吧 加入以後呢 那個會長就說 銀芳你幫我們主持一下吧 代表我們獻花給大使 好 那我就去獻花給大使 順便聊了幾句 他們就覺得 欸你還有主持的天分嘛 而且又不雀場 所以以後就叫我主持 這樣一主持下來就十年了 所以經過這些活動啊 你就知道許多的朋友 我記得你跟我講過說 你還跟了馬英九總統 我們台灣總統 然後也拍合照 是嗎 可以跟我們分享 那個大概是2006年啦 他那時候還是黨主席的時候吧 那麼他來新加坡訪問 那麼我們也是台商協會的一份子嘛 也是主要幹部 那麼就會設了一個歡迎會 歡迎會過後呢 那麼我們大家都跟他合照 他也很親切 一個位一位跟我們拍 他真的是馬三秒 左手拉我們進來 然後一拍完 右手就送走 所以我就蠻快速度的 大家都跟他拍到很理想的那個照片 所以這對我來講 也是一個很難得的紀念 我就把它放大 那時候放在餐館 後來就放回家裡了 對 相當值得留念的影像照片 對 那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在這個台北工商協會 你們所舉辦的一些活動 有哪些活動 我參加是蠻多的社團 不過大部分都大同小異 從年初的團拜 團拜 團拜我們如果是這種台灣協會 當然我們就是有大使 各個會長來發紅包 還有揮春 然後大家去招待一些茶點 那大家趁這個機會互相拜年 來聊聊天 那還有五師五龍非常熱鬧 我知道阿芳姐在教育裡面上面 有一個非常特殊的 非常有自己的一個想法 而且教育出了兩個相當優秀的兒女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在這個帶他們來到新加坡 這整個過程中 優秀是不敢當啦 就還蠻聽話 而且很順利的一步一步升上去 這是我的安慰跟欣慰 那麼當初來新加坡的時候 他們是要插班 那插班是新加坡的慣例 就說一定要降兩級 那麼我就跟那個校長 一直請求 我說你給他機會 我說你還沒有給我們機會試驗 如果說他真的不行 你給他降級 我沒有話說 是不是 我說你一定要給他機會 我會從航輔導 就一直講一直講 後來校長就給他們考試 考試那這邊是用簡體字 那我教他們是用繁體字 所以他們的華文是考零分的 我說不公平 再考一次 那校長就笑一笑說好 又叫他們兩個考了 那這一次就通過了 通過以後呢 我說你不可以給他降級 一級都不可以降 你給我機會 那我們試試看 後來那個校長大概被我的誠意感動了 沒有降級 讓他們順利升上四年級跟三年級 那麼他們也順利的畢業 考上了中學 然後升上大學 就到國外去念書 那當然在他們小的時候呢 我很注重他們的規矩 一個小孩如果說你沒有規矩 你根本無法規範他 他什麼事都可以做 因為他覺得我從小就沒有人教我 這個可以那個不可以 所以規矩是一定要有的 那麼還有我每天跟他們講一個民間故事 你知道我是台灣人嗎 我從台灣漢生出版社 訂了十二本的故事書 每一本是三十個故事 我就這樣子講一年 講完那十二本我現在還留著 都已經破破爛爛了 就是我每天都講 我覺得你在國外不能夠忘記 中國傳統文化 一些迷奸傳說 過年是怎麼回事 中秋端午 都有講到 所以我覺得蠻好的 所以他們現在能夠自我約束 自我規範的話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個有起到作用 好 現在他們都大了離開我的身邊 那麼我的生活就是說 做一些義工啦 參加社團啦 我們剛剛講到你的兒女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一下 他們現在在從事哪一方面呢 是 我女兒她在國大畢業以後呢 就到悉尼去上科技大學 她學的是大眾傳播 以後呢她就從事這個行業 她在很多的公司做過 新傳媒也做過三年 也到台灣的大愛電視台做過記者 所以她的力量是很豐富的 從小製作公司的刻苦耐勞 到現在一間很大的製作公司 那麼她經常要出國拍各種不同主題的紀錄片 她是電視紀錄片的編導 兩年前還得過一個Asia Award 我覺得她是值得配的 因為她真的是很辛苦 跑到新疆兩次 一個女孩子這麼瘦小 去在那個懸崖上拍一個阿迪利 走那個鋼索 我看她的影片 我都怕她被風吹下去 所以她得獎 我說你是應該的 真的是應該的 因為她到很多偏遠的山區去拍 這次去越南拍一個 越戰時候的一個監牢的 那個地下牢籠的一個故事 她的腳就被那個蟲咬了 種得很大 我真的很擔心 還好吉人天想也沒事 所以她非常的乖巧 聽話懂事 哇芳姐的女兒相當的優秀 還好 聽說你的兒子也是一個 相當很純舊的一個音樂家 對嗎 這個談不上啦 因為她比較不拘小節有沒有 有點好像那種 我行我素那種型的 可是呢她生活規範 說實話她是自己做得非常好 她把自己管理得很好 那麼她畢業以後回來呢 你叫她做朝九晚五的工作 是好像蠻困難的 每次我都要叫她 還要幫她叫計程車 逼著她去上班 我覺得好像也不太適合她的個性 後來她在新航做了五年的空服約 約滿以後她就覺得 她走了世界各國 還是紐約最適合她 因為紐約那種氣氛 自由民主的氣氛 那種無拘無束的感覺 她非常喜歡 所以她留在紐約 繼續念她 念她喜歡的 她說我終於發現我還是喜歡音樂 因為她年輕的時候 就是弄音樂啦 跳街舞啊 她還當老師 還簽了什麼滾石合唱團 做那個dancer有沒有 專門配舞的 所以她還是喜歡這一方面 我就讓她去 因為我覺得她也不是做壞事嘛 她喜歡我就支持她 我說只要你們快樂 健康不學壞 你要上鏡你要幹嘛 我都支持你 所以她現在學出來以後 她就留在紐約繼續發展 好 好看啊 芳芹這樣子講她的兒語 可以感覺出來 相當以她們為傲 那她們現在這麼有成就 然後都在國外 會不會覺得很寂寞 所以我還好我十年前就開始經營這些社團 到現在都已經很熟悉 大家打成一片 那麼有時候我忙到比人家上班的還要忙 因為活動有時候全部集合在一起 一個月我真的是半個月都在忙活動 因為有時候要開會 然後要策劃要幹嘛的 然後上活動 那麼完了以後呢 就會檢討 如果下次我做的話 會怎麼樣會更好 對不對 要怎麼做法 我想這個對我來說 都是一個很好的經驗跟力量 那我還有空的時候就去 紅帽橋有個老人院 那個是政府的叫IWA 那麼我是朋友在那邊拉我進去 剛開始也是應酬了 因為那時候做生意都應酬 這裡應酬那裡應酬 等我一退休下來 這些應酬的東西都變成我的生活主要寄託 那我在老人院做的也蠻快樂 因為我發現我們比老人還開心 因為我們就去唱歌跳舞 給他們看他們好開心 我們玩的比他們更高興 然後中秋啊端午啊 都會帶一些硬結的食物給他們吃 過年也會去發紅包 那我覺得蠻有意義的 所以一坐下來就習慣了 不去好像覺得有點虧欠還是怎麼樣 那老人家都在等著我們去 所以就變成習慣了 一做也做了七年 七年的義工是嗎? 對 阿芳姐好厲害喔 就是除了當主持人 舉辦大型的活動還當義工 真的是相當的厲害 我聽說你上一次 就是有舉辦一個心臟之類的一個說明會嗎? 還是怎麼樣? 是 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好那是在4月28號 我們有一個心臟健康講座 那麼我為什麼會舉辦這個講座呢? 因為我的朋友啦 他們夫妻兩個都很年輕 那麼也很上進努力 他們自己研發了一個心臟檢測器 我說這個很好啊 好像市面上很少看到 因為很多人都會心臟猝死 或者突然怎麼樣 無法預知 那這個檢測器非常的好 它放在身上像個不鏽鋼的小粉盒 你只要把兩個大拇指放在上面 然後有那個線通到你的手機或者電腦上 那麼你的心電圖就出來了 你每天看熟了你也知道你的心電圖哪裡不正常 好那麼電腦那個就可以通到你的主治醫生 他如果發現有點不太對勁或者異常的話 他就會通知你 那這樣我覺得可以挽救很多人的生命 也維繫了很多家庭的幸福 所以我就給他舉辦了這個健康講座 是一個相當成功的一個說明會 這樣子 我還蠻欣慰的 就蠻圓滿的 不錯不錯 好我們英九包幫人很榮幸的請到阿芳姐來 來做這一系列的新節目 那麼阿芳姐會告訴我們一下 你新節目的這個方向 題目定為時尚時尚 第一個時尚的字是時間的時 就有點fashion的意思 第二個時尚是食物的時 就是food culture 我想這個是當下很popular的一個話題 有很多可以談可以做 那麼我有我的構想跟那個企劃 那麼到時候做出來如何呢 希望大家給我意見 那我也發現 就是以年輕人的時尚為主 當然現在這種科技的東西 當然年輕人比較能夠容易接受 可是我們這個英九八八 有點像電視的這種形態 所以收看的層面是很廣的 那我想好像我們這種年齡層的婦女 比較很少人關心到他們 那我想除了年輕人以外 我還會特別訴求為中年婦女 為他們打造一個新的形象 或者新的保養方式 因為我新加坡因為天氣熱 可能那些媽媽們其實說 反正老公都結婚這麼多年了 孩子也大了 來網絡朋友都跟我一樣半斤八兩 對不對 大家都隨隨便便 拉拉踏踏慣了 那你錯了 因為這個外表 是代表一個人的自信 有時候出去稍微打扮 是一個禮貌 因為我們出去不是給自己看 大家都在看你 你今天出去馬路上 所有的人 shopping center裡面的人 NTOC裡面的人 都會看你 是不是 那你就給他一個不同的感覺 也許人家回去就會說 我今天看到一個太太 打扮得好高雅 或者說她看起來好有氣質 那個不一樣 那麼你就成功了 你就值得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錯過 收看我這個時尚時尚的節目 讓大家都改頭換面 做一個適當的打扮 讓你活住你自己 穿得優雅高尚合適自己的年齡 又不會由於低俗 那麼我以各種不同的型態 不同的主題來呈現 那麼你們希望看到什麼樣的主題的 或者你有什麼意見 有什麼好的idea 可以上網來跟我分享 也許我可以邀請你來上我的節目 現身說法 那不是更有趣嗎 阿芳姐喔 你的兒女已經這麼大了 可是你依然保持這麼好的狀態 這麼好的皮膚 那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就是你在新節目會不會告訴我們這些秘訣呢 那是當然的 為了讓我的節目增添精彩增加可看度 我是提出就是說提供我的保養方法 讓大家像我這個年齡的婦女 也可以保持到像我這樣 你們覺得呢 我們大家都相當的期待 讓大家迎方姐 Julia的新節目齁 這樣我們可以看到她 各種各樣不同的造型 不同的風格的一個 特別很特別的一個新節目 我們今天很高興的邀請大家方姐來到我們的現場 謝謝你 謝謝 好 謝謝各位觀眾的收看 我們下一次再見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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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